然后拿到了龙,后续又开了波团,拿下了比赛 其实对于心号而言,鬼姑子是这个赛季他第一次了 因为刚刚我们聊了嘛,虽然酷鞋猪八戒这个赛季四场没赢 但是这套阵容适配一个带成绩的猪八戒 配合主要金可以把成绩的优势给打出来的 确实,因为两棋的公司离比两棋的杨宇环要强很多 但杨宇环这把可以不放中的原因是在于 他不放中火舞还是敌人间,他都好打 他反正在线上慢慢发运嘛,放到手传 杨宇环,兄弟们 是,核心也是多吃点钱 这把的核心资助还是看九月这个上半区 节奏引领者能不能打进到狼队里去 狼队这里因为他们拿了一个卡,其实卡一二级的能力不强 不强,要到四级,对,他四级是一个节点 但是这把XYG他可能想的更多就是要把公司离 如果说再放到中度的情况下,拿到先权,看能不能押入 那狼队的应对呢? 应对就是换线,要不然就是强,强势跟他碰,到了四级跟他碰 因为四级的卡和四级的关羽,包括四级的不知火舞 这三个点,爆发都很高 狼队这把,不能让肉看起来给你们 好嘘好嘘 那么野区还是有点难受的,毕竟九尽加州八戒两个都带成继续 是的 三级加油,我再是一马,鼠尼白 对,那我们进入一大一看究竟,蓝色方,四级,色方,重庆狼队,我是解说,消散 我是解说老王 看了一下小地族的一个分线,杨宇环去发育录 那,那就没错了,就是为了拿到第一波的线权 因为两级的公孙黎确实比两级的杨宇环要强很多 那两边同样都是做出了让射手走中 但是,SYG也正如我们俩所料的那样,就是进去抢反一个buff 对,但你看公孙黎中路就是压你的血线,不让你出来清线,那就大家都别,都别近 但是我出八戒加菊又精,就是两个成绩,强势 关羽把buff拉脱了,双成,加上菊又精的一个厌反,斩杀线太高了 这个叫什么,buff 腿甩都拿到了 我没脾气,这就是前期成绩带来的优势 就不知博武第一波线都不吃了 想的是帮忙,强行守野局都没能守,受不住 那就顺势拿个合道之灵吧 合道之灵,再等一会的话可能就拿不到了 是,成绩就30秒的CD,而且中路的孙病,加上公孙黎 打这个敌人街也挺难受 就一直挂雷,公孙黎就一直上去一二消耗,敌人街也很难受的 对 公司你再来再交一个二技能,拿下中路的合道之灵 冷静冷静弟弟们 金鱼的凯是在发育路补了一波 好好好,孟小心孟小心 他去的话也守不住 现在 想斗还拿了一个红,拿了一个红在下面打 好,这一波设计的也不错啊,这一波,这前面设计的也挺好 总体王队想要真的去正面硬碰硬,必须得等到四级 因为每一道四级他们的爆发都可以说 嗯,这几个关键性的英雄刀少百分之七十 没错 看上轮,狼队的这里打野,进行藏草拍大刀 哎呀,疼疼疼疼疼疼,回血再反了 哎呦,细啊,九月 主要就是那个爆发差了一点点,因为关羽并没有四级 他只过来踩了一脚,补了一个一技能 对,然后他能打得多 先用大招回血,再二技能过强,然后凯只能看着 是,凯过不了强 就还是差了一点点,而且可以看到XYG这边家里的红BUB 是直接给到了秀斗,因为他反了对面的红 对 这样的话让秀斗这里有等级 直接要进篮了,再往里面挤 给射手拿到这么早的一个红BUB 其实就让他打得最近的优势 然后枯鞋从上路传送法,人传下来 哎呀,没抢到呀 继续拿下来了,活动一套 打笑道,但是杨一帆给了一个大招,奶回来 半血,公尊链继续输出 可惜了,没抢到 性价比很高,就是杨一帆 这个点一旦是有大招的情况下 你,就他能够退合 进口攻退合手 能够掩护队友 这要抢到了,这要抢到那个坎就特别难受 坎梅兰刷野效率贼慢 因为是肉坎 就是因为 肉坎没有,蓝BUB开个大招 要等一分钟 是,公尊链在对线系的强势 再加上橘肉筋和猪八戒 在野区的强势 就是比较全面的一个 英雄配上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狼队应对的方式是等待阵容 爆发起来了之后 直接秒掉,不让孙非杨一环做拉扯 对,第二个红八虎 虽然说没有空到狼队的红 但还是给到了修斗 这公尊链确实是核心啊 嗯,要给他就给他红啊打出对线优势 确实有了红BUB点人都更自信了 伤害增加了是的 冷静冷静 狼队这几波算是缓下来了 就看猪八戒这里了 猪八戒现在就是下一个蓝 兄弟们怎么说下一个蓝 关羽到了这一波 也要看张飞有大一定要小心的 这一波是大节奏了 被看到了 互相看了一眼张飞残血了 不交大 泡了一个炸了一下 有张飞 有点血 血包还让给了要刀自己回家 那这一波还是准备进 牺牲自己给了颗雷知道里面有人 去了 不鞋拿回来这一波惩戒怎么说 拿到了吗 双城都没有抢过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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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快跑快跑快跑 再来一下子打残 梁玉环 第一时间的爆发就是一人打一个 9月弄他9月 反跳反跳 纵向同 哎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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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9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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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泱友 暴团 暴团的时候直接给你拆散 拆散了之后 就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孙斌的二级 是的 那波打完了之后 其实狼队他想的更多的就是 迪人阶解放了 让布置伙伍多補点钱吧 他的经济越高 他的爆发越高 要的就是向鱼进去 一个一套技能下去吧 对面的全部打残吧 关于再进去的话 就看杨云华能不能买回来 不是总有一个人能收割就对了 重点是刚才那波团 凯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 他真的一旦贴到四月的脸上 那就不堪设想 下一波 关于推回来 光泽连 光泽连出来了 但是位置被别人占了 光泽连这个阶段打一个开大的凯 打不出很高的伤害 是的 蓝buff这边好像反对了 又来了 想绕后 这个位置 哎哎 哎那个场 兄弟们 看一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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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掉了凯寨追着孙面配合 让腰刀再拿一个人头 但他在脸被朱巴结打着拦着走不掉 最终人头给到的是李莫 XYG之勾是二换一 又是Fly Fly第一时间被朱巴结框了之后 就没有选择要走了 直接回头打一波 还想再打一波 他跑也跑不掉了 主要是他的这个要后 洞察到了对面的走向 以及人员的分步 他主要是什么 孤思林刚丢个大招 还没有位移上来 只不过是贴了一个龙坑的那个底 就直接又把他推出去了 推出去一瞬间正面 方便再喷一个大 原地瞬间爆炸 这两波的剧情比较像的都是Fly 叮了后卫然后凯 是顺利进身到了公司的脸上 再看一波 这瞬间三个控制 这个时间点灌死了 伤害不高 但是你也不肉啊打脆皮够了 XYG现在也是 打出了这个阵容的 就是多人抱团嘛 但他比较难受的点就在于 线每次都要有人分分配一个人过去去管 完了被别压进了 他现在打出了经济优势之后开始反入去了 中期的时间点趁你病要你命 四八戒上来一个大招 留住三个蛋张飞有大的 凯再开打进身杨玉环 逼出了联盟的一个大对 看一下曲又欣 进来的这位一棒 哎呀 我的天哪 但是这里有干扰存在的情况下 帮打很多输出关于再进去收割 直接打来XYG一波团面 一换五 打得非常细节 轮流扛塔 项羽开到了四个蛋 他伤害打满了 翻翻先喷五个 然后第一时间其实项羽是提四个 但是那个大招是推到了五 所有人都推到了 这伤害打满了 真的是把这道阵容的优点全打出来了 因为XYG现在这个实际点缺了什么 缺了是公司离的经济 他的经济如果说不高的情况下 他的装备没成型 没伤害 这波团狼队打得太漂亮了 一下子 完全拉开了 上路一波线 中路防御塔 下路防御塔 还有工区的一波资源 经济直接滚 滚起来了 所有的外塔都快掉光了 对我们再看一下 竹八街这边前面是做了一个消耗 张神应该是很极限 主要眼看也是杨宇怀没有大招 九月过来的一瞬间 慢慢看到了 直接喷五个 然后上于二技能 接一闪 大招推 FLAB还没有动手 就已经打成这样的一个团控效果了 对 真的可以说这一波是完美团 这波也是让XYG去现场一致吧 就这个阶段是要避站的 避其锋芒先拖一拖 经济拉了四千了 是 而且还有在于他们的输出点 现在装备也不够成型 伤害不够 其实秀斗这里倒是能打 但是他没有输出的机会 没空间 对面的强控太多了 对 不管是向于还是FLAB都会顶着他 又是进攻这个红八波 关羽来了 给个威胁 正面的话红八波还是被狼队给反掉了 就是逼你往后撤 你把资源给放出来 就不给你打了 你不撤 我就开 是 现在没伤害呀兄弟们 来XYG这边倾向 脱脱脱 守住高地 下路又有一条龙进高地 金云 哇 这开大到直接往里面挤 哇 向于这里给一扇子打残了身边呢 这个高地有了 有了 9分45秒 这帆帆的张飞真的 就是他只要一张口 那就是三个血 狮子张口 主要是XYG这个阵容也是要扎堆的嘛 要不然的话 他不能完全享受到孙冰跟杨玉环的这种光环的作用嘛 是 他们虽然说是爆团爆了冷静 但是也不是说完全黏在一块 这还是得看帆帆他的一个捕捉机会能力 现在这个点对于XYG的威胁非常大 而且可以看一下帆帆的一个出装 冷静之靴 就连游走都开始做这个拳 我要把这个所有的技能CD都尽量减少一些 让我开团的频率增加 其实更多的还是让自己的二技能CD短一点 多套套套套 这样的话攒自己的被动更快一些 这个怒气调会更快 冷静冷静 手高地啊 拳人手中高 那上二就是直接放了 范范 现在控制了两件套 但是穿透没有出来 点弦牌有点难点 经济现在这个阶段是被压制的 是 然后范范还补了一个冰霜冲击 这也是最...哇 关羽也出了一个 双点控 那全是控制啊 是 这得有多少控 因为以前的张飞是不会带晕眩的 以前我玩张飞我就很喜欢二电 这样开团 对 现在有了冰霜冲击一样的效果 二技能接上一个冰霜冲击 一样的效果 全身都是控制 撑着让凯爹砍 打线 想打高地 正面 凯右是先 刚进来 扛一些输出 让敌人杰去点塔 张飞在里面这大招 算是不好 伤高掉了 主要是猪八戒不敢往前顶 敌人杰伤害太高了 XYG主要前面吃过亏了 如果所有人往前顶 就会被张飞开 但是现在侧面高地没了 Fly在卡 但是张飞跳进来给个干扰所有人 再拿一个高地三高全破 主要是不来这个点 他还进场 侧面卡你 就是威胁 你就不敢往前去站 三路龙鸣如果骑到的话 XYG第一时间是清不掉的 所以他们必须得把龙鸣卡在水晶的外边 但是狼队是想要直接打一波流啊 在找机会 对 来了张飞吼 吼刀的是一个猪八戒 关于踢一刀 火衣衫上去打绝对 但是猪八戒先行被秒 然后还给一个大招 关于一刀劈回来两个 正面水晶级残了 极限给了一个防守干扰 暂时保住了 但是还是最终被狼队拿下水晶 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 闪电战 干脆利落 不给XYG把这套阵容拖起来的机会 对 也是拿了一套能够去处理掉 孙宾杨宇环公子里的这个体系 因为确实我们之前看到了孙宾杨宇环 他在处理张飞这个点上很难受 被张飞吼麻了 而且这场翻翻的手感非常好 找时机找得非常好 包括翻翻这个点快开得很好的 同时队友都能跟上 克莱的关羽每一波的绕后 包括项羽的火舞 没错 就下了那波是彻底将XYGG这套阵容给激 肉卡冲 开个大在高地上面逛了一圈 吃一波沙卡就出不去 卡到对面的视野差 没错 打了一波先手 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评论席 听下评论席的分析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看到这次还是张飞战胜了杨宇环 但是张飞不是这个无脑战胜杨宇环 他是有限制条件的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把狼队他中路选了一个不知火舞 然后非常非常的弱 实际上非常弱 所以说你会发现XYG反而 就是他前狼队前期没有进到XYG也去 反而是XYG 平凡入侵狼的也去 而且确实狼没有什么办法 就是因为火舞热点前期的作战能力非常的差 对实际上在BP上XYG他们做了两种考虑 一种就是要打前期进攻的节奏 编程猪八戒再加上九尾军和公孙丽 能够撑得起他们进攻狼队野区的强度 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前期野区没有打出节奏来 他们到中后期可以拖到杨宇环的一个装备成型去抱五人团 这也是XYG在之前比赛中最擅长的习惯 然而就是在这个前期 又回到了1比1兄弟们 优势点中间的中期 让狼队找到的机会 就像刚才解说期报告中好是提及到的 就关于这个点 对 今天Fly在两个节奏点上 其实是打出了转折点的 连续两波 一个是龙的一个河道 一个是红野区的一个蹲幅 让本来狼队不太好入侵那个节奏 打成了一个顺风 他们可以站一波 那一波 那一波红区的狼队 那一波蹲蹲的太猛了 经济上包括局面上优势 一波反推 干嘛推大了 没有那么皮于防守野区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杨宇环就撑不住了 是的 尤其到了中期打团的时候 狼队还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杨宇环没有大招了 OK我所有人立马冲上去 杨宇环有大了 我就留技能不去应接 是 那MVP给到了 帆帆的张飞 他的今天这个张飞呢 多次打出了关键群控 对吧 跟很多自己的这个技能 队友的这个技能衔接的很好 其实今天在赛前的时候 那个镜头里面 看到帆帆有一个伸懒腰的动作 感觉要大展圈角了 像张飞开大一样 但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有几波团战 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深度聊一聊团战 比如说这个金宇 金宇和凯很关键 这波就是杨宇环往前挤 然后被金宇直接开大打出大招了 就是这波 这波杨宇环被打出了大招 这样的话狼队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开团了 因为这个我们一再 下一把吧 下一把吧 兄弟们 你没有底牌了 这波团战真的打立开了 乖乖 后续才会看到团控四人 不如火舞 闪现跟上 然后关于绕后 对 所以说后面那波同样的位置 XYG就不敢往前挤了 因为你往前挤 又会出现那种被 一个不是火舞 或者不是凯的人逼出大招 那你还是张飞一声吼 张飞这把这个装备就告诉你 我无限减肥地 只要兄弟们 你能打出来大招 我大招一定能跟上 对吧 我那而且能无限套盾套 我打到直接给你冲上 没错 只要张飞你等第一时间 把大招吼起来之后 我们看到火舞 永远是立马跟上 对爆发都是跟上的 前面打的是非常难受的 直到弗莱这一波的一个绕侧 抓到了一波机会 是 这里杨语焕大招打掉之后 这里XYG他们正面的 一个团战条件就没有了 然后是关于的 然后又来了 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 非常的非常有想法 你看 这个时候修斗 其实你很难操作 等于是被关门扎在里面了 而且他们的这个杨语焕这个点 根本就没有什么操作空间 因为杨语焕是不在 这个正面战场里面的 是 而且被贴脸的过程当中 他二技能外圈 也不好去留住关于 所以就让关于在团中很好踩 你看杨语焕一往上挤 这里大招被打出来了 好了我可以开团了 然后这时候XYG还往前挤 那张飞 张飞收下 对 那不知火舞也准备就绪 你们关于也是侧面进场 直接把所有人控在了一起 这个团战 打得伤心悦目 是的 一闪过去再接上大招 然后火舞再把后置的伤心悦目 可不反心悦目吧 像个乒乓球一样来回推 他们准备反打的时候 还有一个信号 就是打到下路卡架 四个乒乓球 随便二技能抬写 再加上更加重要的杨语焕的大招 两个前置条件都没有了 主要我刚认为 这把XYG前中期打得非常好 但是确实 关于那两波 太致命了 尤其第二波 那波是预判了一个XYG的节奏点 做了一个非常提前的敦付 想办法这个形成了一个转折点之后 打了一波提速 所以其实今天这一局啊 弗赖也是有机会去增设这个MVP的 他的表现仍然十分出色 是 尤其是在XYG他们在阵容 进BP了 兄弟 我XYG加油 又到了1比1 加油 双一波 醒醒醒醒 听起来 只是说 前辈可能实力 重点 我卸去掉 我买到2025连车了 还不能给我赢吧 而我赢了 还能获得 一批呢 你只说狼队这里 尤其他们